李市長 各位在座 各位前輩大家好 那我是李育泉醫師 主要是針對於攝護腺癌在 ADT 荷爾蒙治療的一個進展 跟大家做個報告 那根據臺灣癌症登記資料庫的話 其實臺灣男性前列腺癌 現在是第五大癌症 那每10萬人口 我們大概他的年齡標準 化發生率大概是34.69 那第一名我們可以看得到是大腸癌 那第二名肺癌 肝癌以及口腔癌 那如果說我們來看 癌症個數增加最多的前五名 第一名其實是肺癌 那他增加數大概在 106年到107年中 增加1000多人 那前列腺癌是增加778人 但如果說以增加的百分比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前列腺癌還是第一名的 那荷爾蒙治療 我們在哪些患者上會使用 那首先我們是會看他的 如果說他的前列腺癌還是比較局限性 我們用比較學術 說到organ confined disease 或locally advanced disease 那這些患者如果我們在使用前列腺癌治療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給6個月 甚至2到3年的荷爾蒙治療 或者是我們前列腺手術切除之後 那我們發現他的淋巴結有轉移 我們也會給荷爾蒙治療 那另外一個就是不適合根治治療者 比如說 這個病人他的年齡比較大 身體比較不好 那我們也可能會給荷爾蒙治療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治療之後 他有chemical recurrence 生化 復活發者 比如說他做完RT 電療 或者是做完手術之後復發 那可能也會給荷爾蒙治療 然而在診斷的時候 如果一開始就有淋巴結的轉移 或者是其他器官的轉移 比如說肝肺的轉移 那荷爾蒙治療就是一個標準療法 那針對一些high risk 或very high risk disease high risk或very high risk disease 那他 雖然這個患者他的壽命 我們預期他小於5年 他也沒有什麼症狀 但我們預期在5年內 他會轉移 或者腎水腫 我們也可以考慮先給荷爾蒙來開始治療 那根據2018年臺灣癌症登記的報告來講 我們可以發現我們臺灣前列腺癌的發生 人數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一開始發現他是前列腺癌 大概就有三層的患者 他是第四期 那這第四期的患者 可能荷爾蒙治療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治療 那我們可以發現1到3期 大概可以佔7成 那這裡面有一定的比例 可能之後會接受放射線治療 那這些人也有一定的比例之後 也要接受荷爾蒙治療 那荷爾蒙治療部分 我們主要是針對幾個 大項目來做介紹 一個是去醫治腦椎體 腦椎體 那他主要是GNRH的 Anagonist 或Antagonist 那常見的藥物 比如說Lupin 啊 Zoladex 或Diferin 這些商品名的藥物 那另外一個是GNRH的Antagonist 那第一個是Degarilis 這個是蒸劑的 那最近在2020年有一個口服的GNRH的Antagonist 叫做Rerugoris這個藥物 那等一下我們會針對這個藥物做個介紹 那另外一個就是 Anti-Androgen AR Antagonist 比如說我們在過去常見的是Casodex Frutamide 南rutamide 那比較新的藥物 比如說Anzalutamide Aparutamide 那Darurutamide 那這三個藥我們目前也證實對於一些 Lummate的Proxel CRPC 跟NNCRPC 他對於OS MFS 都有benefit 那第三種荷姆藥 則是CYP17A的Inhibitor 那在過去沒有Arpiretron年代 我們都會用Ketoconazol來治療 但是他的肝毒性就會來得比較強 那在大概在5、6年前開始有Arpiretron健保給付 所以Arpiretron就開始變成CYP17Inhibitor 一個最重要的藥物 那TAK17 TAK700的話也是類似這種藥物 那首先先跟大家來討論是說 對於一個要使用ADT的患者 我們有 我們會做一個Constration 那這Constration我們要選擇是 手術把他的睪丸拿掉 還是使用Medical的Androgen Suppression 那根據這2000年的這篇Meta Analysis 他去比較 到底要做Medical Androgen Suppression 還是做Arpiretomy 主要是比較 第2年的Survival 那在這個Study 我們可以發現 比如說 DES Nupin 或者是一些GNRH的Agonis 去比較跟Arpiretomy 兩者是沒有顯出的差別 但是如果說使用 Dunsteroid的Anti-Androgen 或者是Anti-Androgen Alone的話 那施物Arpiretomy 是來的比較好 所以說如果說 比較 要做打針或是要盡量還是要以 Chemical Contraction 從Pituitary來抑制會來的比較好 那如果說我們選擇是Chemical Contraction 那到底要使用的是CAB 也就是Complete Androgen Bracket 或者是Monotherapy 就是只是從Pituitary去抑制 哪一個比較好 那在這個2000年這篇Meta Analysis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如果說它是GNRH加上一個 Non-steroid的Anti-Androgen的話 那我們看得出來就是說 似乎CAB會來的好一點 雖然沒有很明顯同樣顯著的差異 那如果說你的Anti-Androgen是一個 Steroid的Anti-Androgen 那似乎我們是Preferred就是不要做到 CAB那麼的Complete 而是只用GNRH的Agonis來的比較好 但如果說Complete全部一起看的話 不去區分它是Non-steroid或者是Steroid的Anti-Androgen 那CAB跟Monal Therapy 兩者是沒有顯著的差異 那我們來看它Copramir的部分 使用Combination的話 它本身它的Survival是在第五年是25.4 Non-Combination就是Monal Therapy是23.6 統計上是沒有顯著的差異 但是如果去區分你加的是Steroid還是Non-steroid的話 比如說在左邊 在這個視野上的左邊的話 它是使用Non-steroid 似乎使用CAB效果是比較好的 但是就是說要能夠承受使用這些 Non-steroid的Anti-Androgen的一些副作用 比如說男性女乳症 或者是Fartigue或Halflush這些副作用 那如果說使用的是Androker的話 那可能是單用GNRH的Agonist會來的比較好 那我猜想只是因為加上Androker 這些也會去抑制它的Teslosterone 可能會比較增加它一些Side effect 而使得Mortality rate會上升 那在這篇Cancer2002年的Metal analysis 則是去比較CAB跟Okectomy 哪一個會來的比較好 對 它主要它探討兩個部分 一個是第二年的時候的Survival 那另外一個是第五年的時候的Survival 那如果說看第二年的Survival 其實是沒有顯著的差異 但如果說看第五年的Survival的時候 Combine一起來看的話 那使用CAB會比Okectomy來的比較好 那現在越來越多新藥 我們也會有新一代的荷蒙的藥物 比如說Anzalutamide Albiretron 那以及Aparutamide這些越來越多新藥 那這些新藥原本都是放在比較後線 比如說CRPC的患者在使用 那在根據一些新的Trial中 我們發現這些藥我們可以把它提前到 HSPC就開始使用 那主要是根據幾個Trial 一個是Stamp-P跟Latitude 我們對於High Risk Plus Cancer 我們發現使用Albiretron 對於Overall Survival會有Benefit 那大概可以延長16.8個月左右 那另外一個是Enzalutamide 我們發現使用Enzalutamide 使用Enzalutamide 在HSPC的患者使用 也對於Overall Survival會有Benefit 那另外一個是Titan Trial Titan Trial使用是Aparutamide 那他是所有的HSPC的患者 那使用Aparutamide加原本的ATD 比上Placebo組來講 他有比較好的OS Benefit 所以我們細節來看一下 就是說在所有的Study中 我們把原本放在後線的藥物 我們提前來使用 對於他的 不管是3年的Overall Survival 或者Titan Trial中的 第2年的Overall Survival 都有OS的Benefit 那在Hazard Ratio部分 所有的Study也證實 把這藥物提前來使用 可以降低死亡的風險 那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如果 我們有一個新藥叫做 Rerugolis 這藥物是一個新一代的 Oral Gen-IH的 Antagonist 那 他主要是發表在2020年的NHM 那這篇Study他主要蒐集是 Advanced Proster Cancer 那這些患者起碼都會給1年的ADT 那這些比如這些患者的特色是說 他可能他是接過Prost Cancer接受過Local Therapy 然後PSA Recurrence 或者是他是一個Neuro Diagnosis Homo Sensitive的Prost Cancer的患者 或者是他是一個Advanced Disease 然後可能弄Local Therapy沒辦法Cure 然後把它分成兩個族群 那在這些Prost Cancer的 的Patient的特色就是說 他們大概有9成的患者 可能會有起碼有一個CV risk factor 比如說他有抽菸 DM Hypertension或Obesity 那他Primary Endpoint主要是在探討說 根據治療之後 28天到48個週之後 他的Castration的Level 他的維持Castration的Rate 可以維持幾%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看他Castration的Rate 可以維持的狀況 那我們看到我們這個新藥叫做Rerogolis 他可以在第48週的時候 大概有96.7%的患者 維持在Castration Level 那這些Castration Level 是定在50nmg per deciliter 那Lupin他大概只有88.8% 那如果去比較這兩個group 他之間group difference的話 甚至我們會覺得Rerogolis 這藥物還比Lupin來的好一點 那我們來看Tethaselon 他變化的情形 使用Rerogolis這個藥物的時候 他在第4天的時候 他的Tethaselon大概是會降到36左右 36nmg per deciliter 那使用Lupin的話到 我們可以看到第4天左右 他起碼還有100左右 那另外一個這個藥物 他的特色是說 當我停用這個藥物之後 大概第90天的時候 Gregolis這個group 他大概有53%的患者 他的Tethaselon可以回復到280以上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使用Lupin的話 他在第90天的話 只有3%的患者可以回升到200以上 所以使用Rerogolis這個藥物 其實針對一些Intermediate ADT使用患者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藥物 因為他當他停用藥物的時候 他的Tethaselon 他在第90天可以明顯的回升 不過Rerogolis這個藥物 他在目前的Study中 他並沒有跟我們目前常見的一些藥物 做Combine的一個Survey 比如說他沒有跟Apiretron Azalutamide Aparutamide Trile 或者Docitoxel 這藥物去做Combine的使用的一些 Study證據產生 那至於Safety的部分 使用Rerogolis跟Lupin 他的Adverse Event 其實兩者是沒有明顯的差別 那在 在嚴重的Sae的部分 Rerogolis是來的 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在這個Study 他主要是要探討 MACE 所謂的MACE 則是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 比如說CADR中風這些 那Rerogolis這個組別 他明顯比較低 只有2.9% 但是Rerogolis的話 他比較高 是6.2% 尤其我們可以看 如果說這個病人 他有Past History Past History of MACE的話 那Rerogolis的話 這個族群他只有3.6% 但是在Rerogolis這個族群 我們很明顯發現 他會有明顯的 比較高比例的MACE 大概是17.8% 至於其他的Adverse Event的話 比如說Half Lush Fatigue 這個兩者沒有明顯的差別 但Rerogolis 他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缺點 是他可能 Diria的比例 會稍微高一點點 那這個是給大家看 他的一個那個MACE的 Incidence Curve 使用Lupin的確有比較高 比例在第18週的時候 他有那個MACE的發生的可能性 那另外討論MACE的另外一個Study 比較有名的就是Planes Study 他使用是另外一個GNIH的 Athagonist 不過他是整體是Digarilis 那一樣也是跟Lupin去比較 收入的族群主要也是Past Cancer 患者 但他本身是有一些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ia disease 比如說可能之前有CAD Stroke 或者是他有POD的Hetri 這些患者都使用一年的ADT 那這個Planes Endpoint則是說 要看他使用這些藥物之後 他在一年內會有MACE的發生性 發生率 那比如說死亡 MMI或Stroke等 那因為這個Study他比較Early Terminated 就比較早結束 因為他Study Enrolled的Case沒有那麼多 所以在一年Follow-up時間也只有一年 但兩者是沒有一個顯出的差異 那所以在ADT的進展中 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說我們越來越 一開始我們對於Past Cancer治療 主要是ADT alone 在2015年我們發現 在Tractic Trial中 我們只要ADT加上Docitaxel 可能延長17個月的Survival 在2017年Latitude 跟Stampied的Trial中 我們只要加上Arburetron 可以延長16.8個月 那在2018年的Study中 我們發現 ADT加上 Radiation to Primary Prostate 尤其是Low-Valent Disease 對Overall Survival也有Benefit 在2019年發現ADT對於 加上Aparutamide Titan Trial 以及Enzalutamide Enzalutamide這個Trial中 發現這些藥物Combine使用 也對OS是有Benefit 因此就有人在歐洲就發起了這個Trial 叫Past One Trial 那Past One Trial 它Incrued criteria 其實就是說 它必須是一個Denavol的 MCSPC的Patient 那它過去 可能有使用ADT 但不能超過3個月 它分成4個族群 一個是Standard of Care 什麼是Standard of Care 就是ADT的Patient 然後如果比自己比較嚴重 它可以加上Docytosal 或者是沒有加上Docytosal 這就叫做Standard of Care 那分成4個族群 另外一個族群就是Standard of Care 加上Arburetron 那Standard of Care 再加上Radiation to Prostate 那第4個族群是Standard of Care 加上Arburetron 加Radiotherapy to Prostate 那在這個Study 它的Primal Endpoint 是PFS以及OS 這個Study 它最想要去探討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Standard of Care底下 就是ADT加減Docytosal下 我們再加上Arburetron 對於病患的OS PFS增加效果是怎麼樣 或者是在Standard of Care下 我們再加上RT 對於病患的OS跟PFS效果的評估 首先我們先來看PFS的部分 這是Overall的Population 這些患者 它都是有ADT 然後加減Docytosal 加減RT 那我們主要是要看 分成兩個族群 一個是有Arburetron 一個是沒有Arburetron 那發現使用Standard of Care的這一個 它的兩年的 不好意思 它的PFS是大概是2.2年 那 使用Arburetron的話 則是可以提升到4.5年 那Hazard Ratio顯速的下降 那如果說這群患者 它本身是比較嚴重 它本身也加上Docytosal過 它是ADT加上Docytosal 那分成兩個族群 一個是ADT加Docytosal 去比較ADT加Docytosal 加上Arburetron 那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PFS也是顯速的上升 它從2.0 上升到4.5 Medium PFS可以上升到4.5 那對於Hazard Ratio 也是有顯速下降的一個意義 那至於 目前的Study 它只發表在PFS 那它的OS 目前還是Immature 那哪些患者 可能加上Arburetron 會有比較有Benefit 即使是在Subgroup Analysis發現是 幾乎所有的 族群都是有Benefit 不管是 本身之前有沒有做過RT 那有沒有接受過Docytosal 或者是它Metastatic Burlent 或High或Row 其實都會有Benefit 所以在目前 目前在發表出來的OS的Benefit 我們可以發現 對於一些Hazard Ratio的 CSPC的患者 如果單純使用ADT的話 它的Survival 大概是33到35個月左右 但是如果說可以加上Docytosal 它有顯著提升到10到15個月左右 那如果說病人 它只用是ADT加上Arburetron 那也是有一個顯著提升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說對於一個High-Valent Disease 我們在P-11的Study中 我們使用ADT加Docytosal 再加Arburetron 甚至可以比過去的Study發現可以增加 大概接近30個月的一個Survival 所以目前台灣的一個攝護線來治療 如果說是一個MHSPC 就是CAS MHSPC 我們會使用ADT 但如果說它又有High-Valent High-Risk Disease的話 我們可以加上Arburetron Aparutamide 這些藥物 或Docytosal這些藥物 來幫忙 當然它進展到MCRPC之後 那我們就會看它沒試過哪些藥物 或者是Retium-223來治療 那 不過大家也不要忘記 如果說有適合CAS 其實也是可以選擇臨床試驗 來幫助病人 那 另外一個最近一個新的進展 在一些新的荷爾蒙的用藥中 是在Docytosal CRPC 有比較多的荷爾蒙的藥的 新一代荷爾蒙藥的 的使用 那首先我們先來定義什麼叫做 Normax CRPC Normax CRPC指的是 病人必須在一個 Constration Level 它必須在Constration Level 那它PSA從內的上升25%以上 那它一開始 我們會希望PSA是已經大於1的 那根據1到3週的 觀察 我們再抽一次PSA 如果這個PSA在上升2以上 那我們同時CT或MRI Bone scan都沒有Metastasis 的話 我們就定義它是一個 Normax CRPC 那Normax CRPC是怎麼產生的 它可能一開始是一個 Localized 或Localized Advanced Plastic Cancer 那它可能一開始 它有做過 Curative Treatment 比如說RT 或者是RP 那之後復發之後 PSA progress 那progress之後 我們使用ADT 那ADT之後 PSA在progress 那同時也沒有發現 它有 使用一些CT、MRI、Bone scan 都沒有發現它有Metastasis 那定義就是Normax CRPC 或者是病人一開始就不適合做RT 或者是RP 那一開始就使用ADT 那PSA progress 那同時在Conventional study中 沒有辦法發現 它有Disturned Metastasis 那就是一個Long-Metast CRPC 那根據NCCM guideline 2021年的概念的話 我們 如果說Patient 它已經接受Conventional image study 都是Negative 那PSA 那它Testosterone 都是在維持一個Concentration Level 那如果說PSA doubling time 大於4個月 那基本上是觀察 但是如果說PSA Doubling time是小於10個月的話 那目前可以考慮使用這幾個藥物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一個分別是Aparutamide Darurutamide 以及Enzalutamide 那這些藥物證實對於MFS 就是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以及Overall Survival 都有benefit 那為什麼會討論到一個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主要是因為 在JCL這篇paper中 他們使用大概使用228個Trial 大概28000多人的一些Study 那做一個Validation的Trial 證實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跟Overall S之間的Coreation是比較強烈 所以在NNCRPC的話 他們Primary endpoint通常都是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那對於Long Mass CRPC 主要的目標是有三個 一個是Delayed Metastatic Progression 就延緩轉移的一個Progression 那另外一個就是Promed Survival 那第三個就是維持Quality of Life 那目前這幾個藥物 分別我們會做個介紹 首先是Aparutamide Enzalutamide 以及Darurutamide 那這三個藥物中 就是對於Darurutamide 的CRPC是有OS的Benefit 那其中Darurutamide 因為它本身的結構比較Flexible 也比較有即興 比較有即興 所以它比較不會 到BBB 大腦Brain Blood Barrier 進到BBB裡面 那這些Secondary Generation的AR 它有幾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Block Block那個Androgen 跟Androgen Receptor之間的結合 那另外一個是Prevent Nucleal Translocation 讓它沒辦法到Nucle裡面 那另外一個是Block 就Androgen Receptor 跟DNA之間的一個Combination 那目前這三個Trial 一個是Aramis 一個是Spartan 以及Prosper 在這三個藥物都證實 對MFAS OS都有它的Survival 的Benefit 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這三個藥物 它的Safety的Profile 首先我們看Aparutamide 那Aparutamide 它稍微會被 稍微提出來的一個疑問是 它大概有兩層患者 可能會有Skin Rush 那這Skin Rush 絕大部分都可以使用一些 Antihistamine跟Steroid 就可以改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GRAD3到4的AE 可能會比較明顯 比如說Hypertension 或跌倒 這些 那Anzalutamide的話 它主要是 跌倒 Fatigue 跟Hypertension 會比較明顯 那Darutamide的話 就沒有一個顯著 跟Prosybos 有一個顯著的一些Sight Effect 但是 它Fartigue的比例 似乎也是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稍微複習 這三個藥物 它不同的一個Sight Effect 那Aparutamide就是Skin Rush 然後Antihistamine 可能就是Sine F-False Fracture 或者是Hypertension 或者是 如果跌倒 我們又會擔心 它可能有Fracture的問題 那Darutamide的話 目前沒有一個 顯著的明顯的Sight Effect 那至於GRAD3 到Falde的AE的話 那Aparutamide可能會有Hypertension 跟跌倒這個風險 那另外一個要討論的點 是Drug-Drug Interaction 那這些藥物中 其實Aparutamide的 它可能會 會使得一些Medication 然後Loss of Activity 比如說Domecline 或Fovirine 或Ellegra Crystal這些藥物 那Darutamide跟它 比較有Interaction的藥物 並不多 但要注意的是Crystal這個藥物 因為它容易會造成 藥物的效果會太強烈 那在Aparutamide的話 它的Drug-Drug Interaction 你可能就會稍微多一點點 它會使得這些Drug 它的AUC decrease 那藥物的效果就來的比較差 那我們可以細看 可能有Kumatin 然後Dicrophenic 這些藥物 或者Beta-Rocadol等這些藥物的 所以針對這三個藥物 我們要選擇 怎麼去選擇在 non-max CRPC的患者上 我們可以第一個考慮 它的藥物的效果 另外一個是Septive Profile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Drug-Drug Interaction 看病患本身有使用哪些藥物 那結論就是 對於一個HSPC 我們知道 在一個High Volume High Risk Disease 我們可以把Docytocel 或者Arburetron這些藥物 拿到第一線來治療 但越來越多患者 我們發現 我們可以Combine ADT加Arburetron 以及加Docytocel 尤其是一個Denavol 就High Volume的 HSPC的患者 那對於Long-max CRPC的患者 我們目前有三個藥效果都不錯 一個是Alparutamide Enzylutamide Darutamide 但要怎麼選擇藥物 可能還是要看 Patient本身的一個 健康狀況 它的Septive Profile 以及它Drug-Drug Interaction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台灣封城 台灣封城 民教學會 民教學會 關注您的 關注您的 民教健康 民教健康 訂閱影片 訂閱影片 按讚粉專 按讚粉專 東內 東面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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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